在本周进行的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十米台决赛中 陈玉希以436.80分夺冠 全红衬以427.60分获得亚军 但在赛后发生了不和谐的一幕 一位粉丝在看台上大吼 认为裁判不公 故意压全红衬的分 这位粉丝也吓了正在接受采访的全红衬一跳 陈玉希中和全红衬左地只是人性竞争互相促进 随后在社交媒体上 关于裁判压分的论断比比皆是 甚至衍生出了对陈玉希和陈玉希家人的攻击 面对饭圈的不良行径 奥运跳水冠军全红衬的湛江老乡 中国跳水民宿何冲看不下去了 25日深夜 何冲在个人微博发表长文 怒斥饭圈行径 批驳了压分的谬论 以下位何冲全文 这个事情属于把我看乐了 知道的是业余爱好者看两位跳水运动员跳水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在看我的孩子玩角色党争呢 哦 不好意思 看漫画都没这么极端 毕竟对纸片人有个偏爱那还算正常 这闹下去的架势已经是饭圈了吧 因为某个孩子特别耀眼 就成了自己的身心投射 然后觉得剧情就应该围着自己喜欢的角色转 就一点亏都吃不了 稍微吃别 就怪外界环境怪客观因素 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从中作梗了 所以是什么 我喜欢的偶像输了 所以对方就是强大到可以操控比赛 哦 从2021年起 那么多世界大赛 全红蝉都是被自家人针对是吧 你动动脑子 这可能吗 那么我就直说了 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全红蝉 就少发点这种奇怪的东西 对你好 对他也好 只能说 在我们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信息技术的进步已经使我们能够及时获取几乎任何信息 这事的好处就是 大家能接触到一些冷门比赛的更多信息 坏处嘛 就是泥沙俱下 总能培养起奇怪的东西 再随着自媒体的添油加醋和自我发挥 年轻一代在海量信息的冲击下 难免会受到未必正确的看法影响判断 最后 饭圈就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原本属于娱乐界的现象 如今也渗透到了体育领域 这是好事吗 这非常可怕 饭圈文化所带来的情感化和个人崇拜 可能对运动员产生不正面的影响 归根结底 许多年轻的粉丝 将自己喜欢的明星或运动员 至于一个激进完美的地位 当这些偶像未能取得预期的成绩时 这些粉丝经常会寻找外部因素来为偶像辩护 在跳水等体育项目中 裁判的评分成为了诸多争议的焦点 有些人在不充分了解项目规则和评分标准的情况下 很容易被那些误导性的言论所影响 比如说这次 就有全红蝉的极端粉丝认为 选手的失利应归咎于裁判打低了分数 但我现在要告诉你 这种思维方式是十分危险的 首先 他剥夺了运动员在面对挑战和失败时 进行自我反省和学习的机会 对于一般运动员暂且不论 但对于有望冲击GOD的运动员而言 在生涯中 只有通过不断地分析和总结自身的表现 运动员才能找到提升技能的方向 从而在未来的比赛中达到更高的水平 运动员的心态应该是积极主动的 而不是被动地将责任归咎于外界因素 对于你们喊的打低了压分问题 我们跳水领队周介红丝林说过一句 我觉得刻骨铭心的话 就是裁判如果还可以压你的分 就证明你还有很多问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一直都在试图挑战更高难度的动作 力图做到无可辩驳的墙 全红缠宝宝至少还没在大赛拿个零分吧 何冲多次掌获跳水世界冠军 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拿下三米板金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每一次裁判的评分 都是对运动员表现的一种反馈 而优秀的运动员 会从这些反馈中吸取教训 不断改进自己 而饭圈文化中的一些现象 如过度追捧和盲目辩护 可能导致运动员 特别是年纪不大的运动员 产生依赖心理 你们总这么说 他可能就真信了 可能会抛开自己的表现来进行总结 但我必须得说 这种心态会减弱运动员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 影响他们对自我提升的追求 我以前总说 全红缠在奥运会上的成功和走红 有个相当大的隐患 就是初期顺风顺水 但也可能让他错过 逐步克服困难和挑战的重要经历 当然 中国在跳水项目是独一档的水平 看上去没什么 但我认为 全红缠是可以取得4块5块 甚至6块奥运金牌的选手 如果就这么毁在聚光灯下 坦白说 有点可惜 而且 一个项目有两位实力选手时 真正的成长 往往更源于面对困难时的坚持 和克服复杂外界因素的能力 特别是决赛时的抗压能力 不得不说 在这一点上 全红缠确实还有提高空间 但这真的十分正常 一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应该是循序渐进的 从初出茅庐 到逐渐站稳脚跟 再到最终登顶世界之巅 在这个过程中 运动员会体验到各种情绪 紧张 兴奋 失落 开心 这些都是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希望看到的运动员不是昙花一现的奇迹 而是历经风雨后愈发坚强的战士 同样 大家也不要忘记 在竞技体育中 特别是在国家队这一层面 运动员的每一次出场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荣誉 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与国家的声誉密切相关 因此 运动员们必须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态度 他们需要意识到 他们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背后 都有无数人的付出和整个国家的期待 因此 运动员的成绩不仅仅是个人的胜利 而是整个国家的荣耀 所以在实际的运动员管理里 我们为了保持专注和避免外界干扰 在运动训练中 管理层往往限制运动员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 其实也考虑了这一点 这不仅是为了确保运动员能够充分休息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在训练中保持100%的专注 以便更好的提升技能和竞技状态 每一分钟的训练都是为了在赛场上展现最佳的自己 为国争光 但是你不可能限制一个孩子不去看抖音 不去自搜 不受粉丝影响 所以啊 有时候粉丝也需要有点自觉才对啊 在体育与娱乐日益混合的当今社会中 我们必须警惕不让娱乐圈的风气影响到体育的纯粹性 倘若未来 退役运动员选择进入娱乐行业 那是他们个人的选择 我们应尊重他们的决定 但对于还在追求体育梦想的运动员们 保持竞技精神和职业纪律是至关重要的 我也希望 粉丝能理智追星 不要在这里帮到忙 总之 运动员在追逐梦想的同时 需要不断自我提升 努力克服所有挑战 粉丝也应该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和支持 以便他们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最终为国家赢得荣誉